这里就是山东龙口的小区 也是我妈细细念念想买房子的地方 哎呦 你一个人操心惨 不要把你一个网络赶 这个路上人不熟悉 知道不 那里他们不是担心你的吗 你看你你发生的事 你跟我爸吵的 那我能不往这帮赶了 那我爸呢 在里头呢 赶了睡觉的吗 那你看你跟我爸这事 那我能不往这帮赶了 你爸呢说话不算话 说好的都答应了 已经都同意了 结果他有点过 你说完了就不生气 不管多大事 你也不能约着山子走 你看多人担心了 那我也很生气 谁让他说话不说话 有啥事我跟你说 来你好好说 你别动动那就走 你走了万一 这地方人生地不熟呢 你有个啥危险这么大 对不对 我那种在气图上 我还才考虑 也不考虑你多 你看这厨房 他这个厨房也大 还有这个啥 人家都安的纯净水 这个厨房你看 这是五十多瓶里面 一个月一千五 这就是你看的房子 就看这个一楼 这还给我准备的肉 中午就吃点这个下 超点鸡肉 还有零食院你看也大 这厨房看哪 这里的厨房是最好 厨房是空间大的 这个卫生院你看也大了 五十多平米的房子 这还干净 挺干净的 这个窗户 南北平均 热维系 这是自己烧的 对对 自己烧的 洗衣机哪在家的房子 洗衣机它就在这房子 这是个小客厅 客厅店也是有两个人住这玩意的 大家这个客厅有点小 客厅就是五十多平米 五十多平米我觉得就 我把人睡下来 小厂一亮 这还有个小院 后面有小院 那后面有小院 你看 这小院多看一看 这小院一下 这后院可以冲点太阳 这甩猪嘛 我就在这 那是甩猪 可以在这住点太阳 对 这 这这还有个小院 这这块没有菜了 啊 光有几个这个 杆杆子 这杂草这么多的 这有井菜的 这个无花果呀 这些 高谷 嗯 还有那个什么 这个后院有多大 这个后院有 这个后院有 感觉这 这个后院这个 这个小户型 这个后院就大 那比那个大户型的东西 感觉有 大一半的家 这房子 这有几十平方 挺大的 这还有蓝 看这还有蓝根 对 那晾衣服在后面吗 嗯 就是晾衣服 这个晾衣服 伸缩架 伸缩架 伸缩 在里面 刚来这块我感觉还好 至于就是买房 毕竟是一件大事嘛 后续的话 我会在这个地方 多转一转 看一下那啥 就是周边的环境 那你先休息两天 我带你到 我看着好几套房子 那比这好得多 这个就是个一般 拜那个房子 那个装修风格 你们绝对都能看着 后面的话那啥 跟我妈去看一下 她看上的那几套房子 会以视频的形式 发到网上 那就先这样子吧 我要先拿东西 然后收拾一下 我的行李啊什么的 一切安好 谢谢各位的关心 来到龙口以后 我才发现 我妈想要买房了 包括现在租住的这个地方呢 并不是海景房 这是属于龙口的南山片区 我妈乡住的房子 坐落在南山脚下 叫实际花园 这个小区非常的大 共有近二百栋楼 分为一二三四七四个区域 这里并不是海景房 距离龙口东海片区的海景房 还有二十公里的路程 小区呈四方形 大多都是五六层的多层楼房 仅在每个片区中央有几栋小高层 这个小区 这个出来都是那些 基本上老年人非常的多 感觉哦 比那个真的比鲜 要凉快一些 而且大家看一下 这个楼与楼的间距也很大 然后前面还有停车味 都是免费的 我觉得这地方还 其实还蛮好的感觉 这小区的话 基本上都是小高层 还有多层 而且这个小区大概 这个有上百栋楼 因为我看这个楼牌号 都有一百多二百多 还有几十 应该有几百栋楼 现在从这能看哦 这个像这个多层 它有七层 不知道里面有没有电梯 这个小高层的话是有电梯的 这有十一层了吧 他们这绿化你看 做的还是挺好的 然后每一个楼层前面 都有几块空地 那就是放停车位的地方 中间这有一个大的步行街 这块就是工人们在这块散步 游玩的 你看看周围这 他们这边还是落地窗 看起来挺好的 但是我现在发现了一点哦 或者是我看到这块 你看有好几家 就上头贴着什么卖房啊租房啊 这个这个东西 你看上面写的卖房 这个一楼 然后看一下这块的入住率 从这块看上面的话 有几家 好像什么都没有 因为来窗帘啊 那个啥都没有 看起来空不空荡荡的 然后这边 这边大家看一下 感觉也是没有种满的情况 这个地方我感觉刚走了一会儿 就身上有点黏稀稀的 还是比就是西安那边要潮湿一些 毕竟离海比较近嘛 这个地方它是属于南山集团的 南山集团的 这离那个港口那边大概是二十多公里 过上一几天去港口那边 再给大家看一下那边的情况 现在看 看看这个楼上 全部都是这种落地窗 我往后走了一下 你看上面 就是低层的话会有 然后上面的话好像没有人居住 有的连那个阳台都没有封 然后这边有几家都都是没有人的 我现在走到最边上 这个行车道 这行车道还好 能过俩车 看一下这个 这是在它最边上 这块的感觉还挺好的 但是从这也能看来 确实 这会儿没有什么人 我刚才一路走过来 我发现这个路上 没有几个人 除了最中间那块做了一些 老人和带小孩之外 然后年轻人 我基本上没有看到 往里面走的话 看那个楼层前面 摆放了很多的小车 看 这边还有车 然后这块看 楼前面的话 还有一些那个小电动 这个一楼 它这个上头也写着出售 它那块夹着一个出售 看这边 买房子的不知道 暂时还没有了解 但是卖房子的信息 我倒看了不少了 我现在刚到这儿 然后就在附近 然后大概了解了一下 就看了看 这个小区实在是太大了 我靠不行的话 一时半会是走不完的 因为几百栋楼呢 而且它分四个区域 我现在只在仅一个区域 这个地方就是我现在的感受 是比我们那边要温度低一些 但是也就只一几度而已 而且这边的话 比那边更潮湿一点 就是作为一个北方人来说的话 就出来一下下 就感觉身上那种黏黏的感觉 这个小区感觉 入住率 没有完全入住 然后具体还在考察 在路上能见到的行人 现在这个点儿 不多 那么 接下来的话 我这两天就要到小区周边去转一下 更深入的了解一下这个地方 然后包括这个周边的一些配套设施呀 那么今天就像这样子 2 2 3 5 4 6 1 3 3